我是中国人,我是突然翻移动公司的一名员工,我是生长在突然翻式的一名少数民族,我叫杀人和阿布丽米婷,近期蓬佩奥在国际上发表的诸如强迫劳动、宗教信仰不自由等一系列无和中国的言论,是荒唐可笑的,是充满欺骗的,我对他表示坚决的反对和强烈谴责。 作为新疆人,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不好,我们才是振折有话语权的人。我在新疆生活了三十多年,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,道路更宽更平,更多的人住上了高楼大厦,国家大力扶持新疆的教育事业,像我一样生长在农村的孩子,有机会在内地接受教育,我先后在广东,北京,就懂了高中,本科和研究生,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。 让我有好的工作,好的生活。 长期以来,国家保护和培育新疆少数民族,保护新疆少数民族的语言,传统文化,风俗奇怪,采取有效的反恐和具体端化措施,保护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安全。 所以,即使蓬佩奥在国际上发表言论,肆意抹黑中国,也丝毫不会动摇我们全国56个民族,14亿人民,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决心。